现在年轻人说我要吃我要喝我要玩我要乐我要穿衣服 结婚对他们无非就是一个正儿的问题 大爷您看现在年轻人都说结婚难 这问题您怎么看 我认为这也是分两个 一部分是城里的 一部分是农村的 城里的当然也是 最有老思想的 什么彩礼啊或者说起码是房子啊 房子必须得是我的啊 你得买汽车啊这是一部分的 我们这个孩子结婚你们俩结婚吗 愿意吗愿意登记 我有钱给你点 没有钱自立通商 或者反正你们都工作了 而农村可能严重一些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选择问题 网上一天大晚的就是 我宁坐在宝马上 下午我也不坐在自营车后的服务 就是一天大晚都做个 什么结婚要怎么样做个怎么样 这么 自然而然给孩子灌出了 就是年轻人灌出了一个 而且整个的社会就是没有这个 他得想 现在的社会我要吃我要喝我要玩我要乐 我要穿衣服 我要上三里团 闹上酒吧一 一条街 对上十二海 人家看电影我也得看电影 人家穿好了我也穿好了 是 他社会的这种感觉和影响已经影响了 是 所以他对于钱财财富的这种欲望 是在不断的提升 提升 是 但是你吃不吃都能满足 对 这个属于他的一个择偶的标准之一 对吧 您说是男方也好女方也好都包括外面 尤其是女方这样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你作为城里的人 随着社会的这种不断的变革 原来就是我跟你结婚 是 现在我跟你爱结婚结婚 对不对 那棒着了说呀 不是棒着 我徒弟找我就跟我说 师父 说现在你在的时候 我后来是律师 后来就跟我说 说你在的时候 离婚的 离产的 公正就特别多 是 现在呢年轻人办公正 三十多岁办公正 南方 咱俩 居住一段时间行 打算就这么住去了 反正是顶客 那么好 咱们俩要想再做这些 咱俩工作 哦 住以前 你有什么东西 房子还是车什么的 我有什么东西 如果有一天咱俩一拍两餐 嗯 别打架 是 你是你的 我是我的 冻居期间反正是 现在这个特多 哦 不扯 就是不扯皮 没方俩人 现在这种公众挺多的 你说 这几个观念的改变 是 对不对 嗯 那么结婚对他们无非就是一个正的问题 是 合法不合法的问题 对 对吧 既然四川承认了都可以 嗯 伤不扯 那那那那你还管什么 我问你管什么 在四川那边试一行 是是是试一行 那要这样的都管 道德的规范都没有了 是啊 那咱俩过就过吧 不过一拍两餐 别为财产这争执 你你归你给我 我要打起来咱拿出来看 哦 那就法律公正了 好 这谁也不谁也没有什么争执的了 是啊 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层面 影响了结婚率的 结婚率的 主要问题 不是算主要问题 算一个方面 哦 对不对 算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 像我这个设计的都是一个 你觉得孩子就对 婚姻的挑剔是比较厉害 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像我 嗯 七十多岁了 我年轻的时候就必须结婚 是 是不是 对 现在可以接 你可以不接 我那时候不结婚 我这儿还有老妈呢 还有弟弟妹妹呢 是 现在不结婚不结婚 我回去吃我妈去 吃我爸去 我又不出了吃补补补补 所以现在新兴一个行业 青年找不到工作了 可以 是 什么工作 把我回去策务 我爸我爸我妈给我开工资 你们也不能请保姆了 这不是新兴行业吗 对 这不是肯老了 你给我工作 是 要不你请保姆业这么多钱 对 对 保姆业就跑这儿吃了 也在这儿住了 现在我 我也是在这儿住 你爸给保姆的钱给我 是 没准来讲在外头挣的 还不如保姆挣的多呢 所以这么一算得了 回家赐我父母去吧 还是一个综合的 是 很多问题综合 就是一定要看全面了 也看单一一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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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